那這幾個包括家庭裡面的這些感染 也從這個疫調的資料發現 在密閉的空間 長時間的接觸 像在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場所等等 這個在英國變種病毒的一個流行狀況來看 還是屬於風險最高的地區 所以昨天有特別提醒大家 在家內假如是有戶外的訪客 來到家裡面的時候 當然最好的是在這段時間 盡量沒有這個訪客來 如果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拜託非同住者入到屋室的時候 一定要戴上口罩保持距離 對於家庭之間的一個傳播來看 這個確實是一個風險相當高的一個行為 所以在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 那今天全國的76案裡面 在新北市32案 台北市20案 那怎麼樣能夠把這個個案 能夠壓到100以下 每天壓到100以下 那我也特別提到說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連續6天 100以下 第二個必須能夠把這個感染源 都盡量能夠找到 也就是說在現有的 整個雙北地區的一個流行 在社區傳播的階段裡面 那還是有一些沒有找到感染源 那這個都會變成一個隱形的傳播鏈 那在整個疫情的一個防治 那當然也會在社區裡面 就好像有一些小火苗在燜燒 那在哪裡不知道 相對對於疫情的控制 如何結束社區的傳播 當然還是要繼續的努力 那其他的縣市大概看起來 也都是屬於一些零星的 小型的群聚感染 那我相信 那以高雄現有的這些狀況 我們必須在這些群聚感染的時候 第一個能夠很快的找到感染源 那第二個也能夠快速的 進行疫調匡列隔離 然後能夠讓我們的社區的風險 降到最低 在高雄新增了兩例的確診個案 這是跟N主公的感染鏈相關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 特別提醒大家了 加護拜訪在這段期間 可能還是盡量避免